哦,好香啊 哦,好可爱的咖啡馆 你好,欢迎光临 给我来一杯招牌摩卡 加双份奶油,三倍糖,四份巧克力酱 哎哟,丫头又犯了 一直喝太甜的,也不健康哦 要不我推荐您一款新品吧 有新品吗 这是隐藏菜单哦 红茶,绿茶,青茶,白茶,五龙茶 茶?以前没喝过 我还是要摩卡吧 好的,先稍等 你好,我想要一杯茶 你要喝茶 哪一款,红茶还是绿茶 哦,要不拿一杯我独家研制的春日红茶吧 嗯,好 太好了,终于有春日红茶了 看来这面多 你好,我叫佩佩 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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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可爱,我叫猪猪 卡卡,我们来研究一下美食节上要准备的菜单 店长 你又在给客人试茶 我不是告诉过你,这里没人喜欢喝茶的 有啊,就是他 打蛋 店长,如果能够把茶添加到菜单上 让大家都能看到,肯定会有更多人喜欢上喝茶的 这样吧 如果明天的美食节上,你的茶能够得到客人一百个好评 我就答应你的要求 好的,一言为定 那我先去准备美食节上的东西了 太棒了 蜘蛛,你来尝一下 谢谢 哦,纹纸来不错 我可以喝一杯吗 好啊 哦,真难喝 哦 哦 哦 我再给你倒一杯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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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有点苦 哦 看来是真的不好喝啊 那我要怎么才能得到一百个好评呢 我的故事博物馆里有好多关于茶艺的书 可以给你一些灵感 那我们看吧 这里就是我的故事博物馆 哦 不好意思 他们太兴奋了 你这里好多的书啊 其中有好多茶艺的书 因为我平常也喜欢喝茶 哦 哦 哦 这些都是关于泡茶方法的 哇 光潜光潜光潜 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种泡茶工艺 跟我从小学习的完全不一样 那有看到对你有用的方法吗 茶的泡法十分讲究 我一般都不敢变动 就算我试着改变其中一个步骤 结果就一定会好吗 有时候我们短时间内取得突破确实不容易 我该怎么办呢 我想起了一本书 讲述的是两位设计师如何突破自己 获得成功的故事 应该会给你带来启发 故事时间现在开始 设计师小白和裁缝瑞德是一对好搭档 希望自己设计的服装能够封你整个精灵国 好热闹呀 这里就是精灵国了 我是台风瑞德 你设计师小白 看这些都是我们设计的衣服 欢迎欢迎 哇这种面料摸起来好舒服啊 可颜色也太单调了 我喜欢五颜色的衣服 我有一个好主意 可以借你的鲜花用一下吗 好的 真好看 我从没穿过这么美丽的碎花裙 不 我不要了 客人们觉得颜色单调 但是花粘上去又不牢固 卡卡你看 因为大家喜欢丰富的颜色 那我们在布料上 印上漂亮的图案吧 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变 就能取得这么大的突破 好漂亮的花纹 就这样 小白和瑞德的衣服 在整个精灵国流行起来 两人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服装设计师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设计师们在面料上 加上一点色彩 就做出了那么多好看的衣服 是啊 一点小小的改变 就能带来大大的突破 一点小小的改变 我知道了 我可以试着在茶里 加上不同的调料 就能改变茶的味道 我们快去试试吧 我不要包饱 你们啊 不给我添乱 就算帮忙了 弟弟们 吃蛋糕咯 吃蛋糕吃太饱了 吃蛋糕吃蛋糕 吃蛋糕 尝一下 还是有点苦 又太淡了 好酸啊 太甜了 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 都不行呢 怎么办 你们已经吃完了 快滑给我 小心啊你们 好好喝 原来用水果 可以减少茶的苦味 我们快来试试 好 速度接到 速度接到 好 哈哈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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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 哦 啊 哈哈 呵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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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的甜味 又保留了茶的清香 而且用水果更加健康 这就是书里所说的 一点小小的改变 就能带来大大的突破 这款新茶 我就叫它卡卡水果茶 好 明天的美食介绍 大家肯定会喜欢的 卡卡水果茶 新鲜又香甜 来一杯果茶吧 你们干什么 困难困难 弟弟们太调皮了 请您喝一杯果茶吧 你家的茶 不了不了 这是新口味的茶 一点都不苦哦 是吗 甜甜的 还有那股清香 我还要再来一杯 好的 请稍等哦 喜欢的话 给个好评吧 终于拿到第一个好评了 果茶 好像不错的样子 变成 看来给你定下的目标已经达成了 是啊 一百个好评早就完成了 你可要说话算话哦 那当然 我现在就回去换新的菜单 而且我会把果茶作为这一季的主打新品 太好了 今天的故事让我明白 有时候我们想要突破自己没有那么容易 但我们需要鼓起勇气 做出一点小小的改变 让心愿实现 好 猪猪 卡卡 这是我特别为你做的 啊 谢谢 哇 草莓的酸甜 茶的清香 是草莓果茶 耶 猪猪 这次真的要多谢你 猪猪 不要谢谢弟弟们了 猪猪 耶